三三南北线南北都了解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三三南北线 我是宋雨璇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各地对亚裔的歧视活动明显的增多 那美国的亚特兰大发生了连环的枪击案 这件事情也让亚裔的反歧视活动 推向了风口浪尖 伴随着全球各地掀起的反歧视游行活动 新西兰也紧跟其后 在3月27号和4月18号 分别在奥克兰和南岛最大城市基督城 发起了游行活动 深远美国的反亚裔歧视的行为 同时也对新西兰境内产生的亚裔的歧视活动 产生了强烈的谴责 就此我们位于基督城的记者刘春光 也采访到了本次游行活动的发起人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发起这场活动的目的和初衷 亚裔的话会相对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要做一个非常安静 我们不去麻烦别人这样的一种族群 可能久而久之大家就会默认 种族歧视的这种现象 它没有发生 因为大家觉得我不说这个事 这个事好像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其实大家问一问自己 问一问自己身边的朋友家人 或者你听到的你看到的 种族歧视的事情有没有发生在这个国家 我相信你们心里面也有答案 这可能就是我组织这次活动的一个目的 人权委员会在2月份公布了一项数据 这项数据是针对新冠疫情期间 新西兰的种族主义和仇外经历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显示 每10人当中就有4人曾经遭受过 言喻或人身上的种族主义的攻击 那重拾占比例最高的是毛利人 他的比例高达55% 其次是华人比例高达54% 太平洋岛义高达50% 以及亚裔是49% 大约有一半的华人和毛利人表示 在他们经受过言语上的种族种地的攻击 都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对新西兰的归属感也产生了负面的情绪 其实种族主义矛盾的歧视 从19世纪末淘金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目前为止在新西兰的社会 种族主义歧视的性向还严重吗 就此我们采访到了奥克兰的 梅西大学的刘良逆博士 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这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 在新西兰是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回到早期华人移民来到新西兰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188几年的时候 最早期的这一批华人就来到新西兰 这些早期的华人当然是受到了很多的种族歧视 不管是说他们在新西兰的亲身经历 就是经历过的 比如说在语言上的暴力和侮辱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走在路上 然后有人就叫他们青春Chinaman 你知道这个青春Chinaman这个term 是非常legative的 是带有种族歧视侮辱性的语言 也遭受过身体暴力的歧视 就是曾经在那个威林顿的一个街上 也是发生了一个华人 被新西兰的一个本地的人色杀致死 这样那新西兰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 就是除了就是说 这种自己亲身经历的这种种族歧视 新西兰最特别的是 新西兰它在它的这个制度体系上 是带有种族歧视性的 特别是就是说因为我是做移民研究的 那这一个新西兰早期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新西兰的种族 这个新西兰的移民政策就是具有偏见性的 比如说我们大家也许很熟悉的人头税的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就是说 这种人头税只是针对非英裔人士 非欧裔的移民来到新西兰 就会对他们征税 一个人呢最早是征收他们10英镑 那那个时候10英镑很多了 那我没过几年呢 然后就说对他们如果是要进到新西兰来 要收他们100英镑 那那个是天文数字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 然后后面又有真正的排华法案 所谓的这个排华法案呢 还就是说如果是你进入新西兰 这个移民官说我不同意你进来 他可以当面拒绝你 然后呢也不会给你任何的理由 那这一个都是还有就是后面的 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English Reading Test 就是被进来的这些非欧裔人士都是要经过特别的英语的考试的 他会随机的抽取100个英语暂时让你认读 那如果是你不能通过呢 也是不能去的 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说 这一种就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 是真正的提出非常明确的提出来 是针对非欧裔人士的这些移民 那么就是说那个时候进来的很多是华人 还有一些印度人 他们是遭受到这种制度上的种族歧视的 后面还有一种就是规定就是说 新西兰他获得这个入籍的资格 比如说他说一年他只能通过10个华人能够进入新西兰 然后呢能够进来呢 必须他们还必须要有在新西兰出生的小孩 一年10个那是很少了 这个叫Quota System 所以呢就是说新西兰有史以来就是说 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特别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上的种族歧视的问题 新西兰还是一个就是说欧裔为主 然后呢我们的这一个土著文化 就是说Indigenous Maori Culture 就是说官方上来说 新西兰一直没有承认过 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它只是说它提倡多元文化这个概念 但是不像澳洲了 比如说澳洲它是官宣了的 澳洲是要实行这个多元文化的文化政策 新西兰一直强调的是我们还是双元文化 也就是说欧裔文化和这个土著毛利文化 那我们再说现实当中呢 因为在现实当中 现实当中特别是奥克兰看起来是一个很多元的了 确实也是你看上去 各种各样主义的人是在这个地方聚集 但是像我说的我是做学术 我们是的观点就是非常具有批判性 不管你表面上怎么来说 看上去怎么多元 但是这个种各社会的架构是一个在双元文化架构下面的这个社会 美西大学的刘良尼博士还表示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澳洲 因为疫情所产生的种族主义的歧视明显的都有增加 而位于在新西兰的种族关系专员蒙芳则表示 这种种族歧视呢 其实是由于压力而产生的 不仅仅是因为疫情带来的 whether it's the increase of house prices before COVID whether it's overseas tourists causing accidents whether immigrants are actually taking our jobs they always have to say they blame overseas people for those issues and that because of the high level of racism in New Zealand towards Asian people that there won't be violence there won't be shootings but there has been violence we've had a few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assaulted they've been spat upon some have been to the doctors and some have been to the hospitals for treatment 1861年奥塔哥的淘金潮 是新西兰最大的淘金时期了 在这一时期呢 新西兰的政府引入了英国和美国的劳工 他们为了追求巨大的财富 而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同时在这一时期 新西兰的政府也引入了中国的劳工 中国劳工的到来 让英美劳工产生了巨大的强烈的竞争意识 而种族问题也在劳工之间 在这一时期开始了萌芽 在1881年 政府颁布了华人移民法案 开始向华人争取高额的人头税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位于奥塔哥的首府戴尼丁以及南岛的基督城 他们两地对于种族问题的反应是如何的呢 就此让我们一起连线戴尼丁的记者蒋佳成 佳成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佳成我知道你现在位于戴尼丁 在这么多年以来 你觉得戴尼丁华人在当地 有没有受到过歧视的现象 这种现象严重吗 戴尼丁来说呢 也算是新西兰就是说上一世纪 就是淘金的奥塔哥的一个城市 因为当年就是早就是19世纪中期的时候 当时在这个奥塔哥中部发现的金矿 从而掀起了欧洲的移民潮 所以呢在掀起这个移民潮 也是因为这个淘金的时代啊 之后呢随着欧洲人的进入 很多华人呢也就是漂洋过海 也是来到了这个新西兰奥塔哥地区淘金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1881年到1994年之间呢 新西兰政府实施了这个人头税 就是来到新西兰淘金的华人都必须交人头税 如果没有这个钱即使来到这里 就是也不能上岸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很多华人也是因为这个人头税的问题 就是死在了海上啊 从从从从从从那以后到那个当然是一个我们的历史啊 但是到到今天来讲 丹一丁作为这个淘金年代那时候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城市 我们呢就是在2008年建成了一个中国花园 因为在2002年呢 海伦克拉克啊正式做出了道歉 在那个时代啊 对华人做出了这种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啊新西兰政府呢 也正式做出了道歉 在那之后呢 2008年建成了这个中国花园 这个中国花园呢 也是由当地的华人华侨 还有华人社团 包括啊啊新西兰的中央政府 还有上海政府 共同啊就是啊建造的这么一个啊中国花园 它的建成呢也是标志着当年华人对当地的一种贡献 所以从这个历史问题到现在来讲 其实啊我们也是知道啊 最近啊美国出现了啊反亚裔的情绪 但是对于丹丁来讲 经过这么长的历史 其实丹丁的啊华人受启示 还是相对其他城市比较少的 因为当地人也是比较接受华人 所以啊相对于其他地区 大多数啊我们所采访的当地的居民 还是认为啊丹丁启示华人的信仰还是比较少 好的谢谢佳琛 那佳琛因为你现在所在的是南岛 其实我们对南岛有的时候不太了解 比如说一些民间的组织 如果说大家比如说不小心遭遇到了这种歧视的现象 应该怎么去向哪里去反馈 怎么去保护自己呢 好的 因为这个周啊我们也是联系了这个新西兰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啊 叫亚裔家庭服务中心 它这个中心主要是提供这个心理辅导的啊 因为这个歧视啊确实是多多少少都会存在的 经过我们了解呢 他给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啊 首先如果你受到了这个种族歧视 一定要说出来 而不能就是藏在心里啊 首先第一步呢 你要记录下来 记录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人骚扰了你 第二呢 你呢 一定要找一个你信任的人 然后可以给你保密的这个人呢 和你一起商量 怎么来做出一个正确的行动啊 怎么样来阻止他人 第三呢 就是说啊 你需要就是面对面 或者呢 就是说通过啊 工会 或通过他人 要要对这个 对你实施的这个啊 骚扰的这个人 要跟他交涉 让他停止他们这个 冒犯你的这个行为 啊 否则的话 你就要警告他啊 你就说我要对你进行起诉 啊 如果这些方面啊 对方还是在继续骚扰你的话 这个亚洲服务中心呢 也告诉我们 有以下的几个方式啊 可以寻求帮助 第一呢 如果在工作当中 就是说在很多公司的工作部门当中 都会有一个部门 就是啊 种族关系这个部门 你要跟他进行投诉 如果没有这个部门呢 你要跟你的经理说 如果在学校呢 你要跟你的学校的一个 一个啊 咨询 因为每个学校都有个咨询 咨询这个咨询师 所以要跟他去啊 去去去说 然后就告诉他 你收到了歧视 他们都会是帮助你的 还有最重要的呢 还是还是可以就是跟警察 如果特别严重的话 一定要跟警察去去啊 去联系 还有呢 就是其他的部门 像人权人权机构 新来又有人权人权这个委员会 还有呢就是包括你可以跟你的工会代表 还有还有你的律师 还有呢就是啊 在职场当中还有一个新西兰职场关系部门 然后他们呢都是可以给你提供帮助的 好的 谢谢嘉诚 接下来呢我们联系基督城的记者刘春光 因为毕竟在基督城的315枪击案 现在已经过去两年 在这起事件呢 也是让大家敲响了警钟 原来在新西兰的种族问题一直存在 好 春光 春光你在吗 你好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春光 在你所在的基督城 你了解到的华人受到歧视的问题严重吗 呃 在基督城呢 呃 如果我们谈到这个种族歧视啊 我们最大的反应 当然就是2019年这个清真寺的枪击案 然后呢 他给基督城乃至整个新西兰的社会啊 都带来了极大的惊醒 这一次呢 虽然是呃 针对其他的族群 不是不是针对我们华人 不是针对这个亚裔 但是呢 也让人们意识到了 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呢 他其实就客观存在于我们身边 而且这个后果是如此的严重和惨烈 呃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哦 事不关己的 那谁知道下一次就会针对哪一个族群 针对谁呢 当然了在事件发生以后呢 基督城这个社会各个阶层啊 以及呃 政府的职能部门呢 针对种族问题的变化呢 是显而易见的 呃 特别是像上周啊 我们在基督城呃 周末的时候举行了一次反对亚裔歧视的游行 这个基督城的市长还有基督城的议员都在参与期中 这也让人们看到了政府层面的这个高度重视 好的主持人 好的 谢谢称光 同时也谢谢我们两地的记者 接下来呢 我们稍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如何去分辨自己是否受到了歧视 以及如何用正确的防卫手段来保护自己 欢迎回来 虽然目前为止呢 我们没有像美国一样发生这样的枪击案 但是315枪击案的教训还仍然是历历在目 其实政府在315枪击案之后就成立了皇家调查小组 这个小组给政府提出了44条种族关系的建议 而政府也全盘接受正在一步一步的稳步的实施 那到底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遭遇到了种族歧视 该怎么办呢 就此我们也采访到了新西兰的华人国会议员陈奈斯 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其中一个我觉得华人最关心就是我们在警察的 这个整个NZP NZ警察的部当中 我们会实行一个新的一个program 一个计划叫The Weave The Weave它专门是关于就是说如何去处理 当如果你是比如说打到警察局 是一个就是民族纠纷 然后是因为比如说Hate Crime 就是说是一个歧视的罪 引起来的时候 我们警察应该是如何去反应 然后如何去归纳 所以首先因为我们要看到数据 而现在在警察你报案之后 如果他是一个种族歧视 引起的比如说暴力的话 这个都没有他自己的列别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在警察的内部的系统里 先做这个更改 然后其次就是说去来去培训我们的所有警察 当你如果接到了这样子的案子 你不能说不好意思这是民事纠纷 我们不管了 而说如果你进去有可能是做一个调节的一个工作 如何去做一个peacekeeping的一个工作 如何就是说能够去在对的情况下 抓出来问题是在哪里 如果他是有种族的仇恨在当中的 那另外一个当然我也很鼓励华人 我非常希望参与的就是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始了一个毕业生的计划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从不同种族社区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能够进到政府部门 包括了NZSIS纽西兰中央情报局 包括了GCSB我们的纽西兰中央的安全局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格外的重要呢 是因为这些局里面其实很少能够见到少数民族的身影 亚裔尤其华人都几乎是不存在在这些的政府层面的 那其实他们每天都是做在前线的工作当中 那如果他们一旦有了这些我们叫subconscious bias 就是等于说是在他们潜意识当中的这个歧视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华社也好 或者我们整个移民社区都往往是那个第一个遭殃的人 所以我是很想鼓励很多的华人的 如果今天在电视机前观看您的孩子是马上要毕业的 我很想让您来鼓励您的孩子或者您的孙子去能够去报考 这个我们这个graduate program 然后要想一想你是否有这个意愿能够进入到纽西兰政府 当然我刚才举的这两个局势其中的包括所有我们的教育 也需要我们华人的身影 我们的医疗体系也需要我们华人的身影 我们政府包括在我们的beehive当中的工作人员 我都很少看到是有华人的 所以我都很希望能够有更多这样的少人 因为你带来的这个角度 你带来这个视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勇敢的发声 在你的工作档位中能够为我们的族群能够发声发热 当我们遭受了种族歧视的时候 除了报警之外 同时我们还可以向人权委员会进行投诉 人权委员会是在1977年成立的 旨在保护新西兰的所有人的人权 那么它现在目前为止是基于1993年的人权法在运行 那1993年的人权法很明确的阐述了 什么才属于种族歧视的范畴 判断种族歧视需要两个坚决条件 第一个这种歧视的发生是产生于公共场合 第二个这种歧视是基于种族间的差异性而发生的 那同时种族关系专员闷放也提出了 政府正在进行的一项反种族歧视的计划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的公司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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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nothing to racism》 是一种的公司要认为 两个月之后 那是被认为 《 voice of racism》 所以如果人们不懂什么 是 他们可以听到 我们的公司要认为 在遭遇到歧视的时候 我们除了报警和向人权委员会提起诉讼之外 陈奈斯也给出了他的一些小小的建议 他希望我们所有的广大华人朋友 都可以申请Facebook和Instagram 如果我们一旦遭遇到了歧视 可以将这些证据留下来 发布到网上 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并且深远我们 同时 Mondon也指出 如果您遭遇的歧视 是在工作场合中 可以向自己的上司提出报告 同时让更多的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发出声音来 这样我们的声音才会更加的强大 那同时到底报警有多么的重要呢 让我们一起听听刘良依是怎么说的 我的很多受访者给我谈到这个情况 就是说他们遭受到了种族言论的这个的时候 他们当然是当时是很生气很angry 然后呢他们也觉得就是说想诉说 但是呢不知道去哪儿诉说 还有的人他就说他觉得不好意思诉说 他觉得这个是他对他个人的一个侮辱 然后要他要让他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亚裔的这个文化的下面 好像觉得这个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 他就不愿意去讲 但是呢真正的呢 我是要在这儿借这个机会 就是说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是你遭受到任何种族歧视的言论 你应该做的是马上打电话给新西兰的警察局 这个警察局是明文规定的 如果是你遭受到任何的种族歧视言论 你是可以报案的 然后呢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人权委员会 来反映这个情况 为什么要反映呢 也许就是说你反映了过后 没有立即的回应或者是回复 但是呢这一个人权委员会和新西兰的警察局 他都会备案的 备案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们最后就是说在工作review的时候 他就会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备案 关于种族歧视的备案有多少 然后再向政府做报告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反映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政府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反馈 然后得到了这个反馈过后呢 然后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回应 那目前为止呢 针对种族歧视的问题 很多国家和地区呢 都自发的展开了游行抗议活动 那这些活动是否会引起更多的矛盾呢 就此呢我们对话戴卫老师 戴卫老师您好 是的 Kristal您好 嗯我们看到了 其实在新西兰呢 也举行了相关的反亚裔歧视的游行活动 您觉得这会引起更多的矛盾吗 是的 那单来讲呢 这个亚裔上街表达的诉求啊 是为了反歧视 实际上呢 对于整个舆论来说呢 这是让主流社会知道 我们亚裔在这个社区受到了歧视 不然不会走到街上 像当年30305大游行啊 当时是因为治安问题 华人上街 政府开始重视增加亚裔警察的比例 那这一次呢实际上的行动 虽然不会立刻看到整个社区的变化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形象 能够让主流社会大家知道 亚裔啊也会有声音 好的 谢谢戴卫老师 那么同时其实我们知道啊 其实亚裔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都是在很努力的工作和生活 您觉得亚裔在自己的行业内 或者是角色上的突出的表现 是否可以减少歧视的发生 是的 那当然答案是呢 No way 是绝对做不到的 如果我们移民啊 光是把书读好 工作做好啊 认真守法 是不是就能够 不被歧视 那是不可能的 那最重要的一点呢 事关你我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别人啊 被歧视的时候 我们大家跳出来声援 这种态度啊 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今天各扫门前雪的话呢 始终这种歧视问题啊 它会继续存在 所以不分你我 我们既然是亚裔啊 但千万不能当亚裔啊 就是亚巴的亚 所以我们必须要发出声音 大家团结 团结起来 事关你我 只要别人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关心 我相信这种歧视的现象呢 会慢慢的降低 谢谢戴卫老师 我觉得说的非常好 我们是亚裔 可不是亚裔 那么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上 我们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 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我们内心产生这种歧视苗头的时候 勿以恶小而为之 那同时呢 我们看到别人被歧视的时候 或者自己被歧视的时候 勿以视小而不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